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收睇浩浩雙雙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 今天又是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淺說系列 不經不覺已經去到第五講 今天的講題其實仍然是私有產權 不過如果大家在一邊收睇 就知道我上次叫做私有產權101 101為甚麼呢?我就有解釋到 但今次我就貪得意選了私有產權404 其實都是一種惡搞 因為大家有用電腦的 當然就知道404是什麼意思 就是錯誤和找不到 為甚麼我叫私有產權404呢? 大家聽下去就會知道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計算金錢 因為金錢說真的都是人作出來的 而且可以貶值到一文不值 世界上其實最重要的財產是甚麼呢? 其實不用考慮都知道一定是土地 因為其實一切的財富都是來自土地的 即是你無論食水、食物、木材、藥物、金山、銀山、石油、鑽石,甚麼都好 其實關於土地的重要性在動物界都是表現無遺的 因為很多動物都有一項領土性的本能 英文叫做Territorial Imperative 也 powiedz說是會維護了自己的領土 這樣就是這一個名稱 其實就比起佔領的主要說 記得留意 其實大家看到 即使是我們的汪聲人 大家都知道 帶他出去逛逛時 常會去到哪裡 就是在那裏放下他自己的 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 他表示這裏都是我的地頭 屬於我的地頭 當然有時也是跟某些同類 他自己的同類溝通方法 但其實動物學家都告訴我們 其實這是一種標示自己的領土範圍 的一個方法 這個名詞領土性本能 其實最先是1966年 是一本書的書名 那個作家叫做Robert Ardry 其實他不僅僅是說動物 他也說到人類的遠祖 當然他用了一句好像一句 但也有其他動物 包括小鳥都有 也有領土性本能 在動物上不用說 例如這是一個例子 為何他們會大打出手呢 其實最多的機會就是因為欠領土 有時可以說是欠配偶 即是說得俗一點叫欠女 即是那些大角羊 甚至獅子 大家會打架 但這裏來說 這兩個紅人 厲害了 帶上來 十居其九 都是保護自己的領土 所以這件事 其實不僅僅動物界 正如Robert Ardry 在這本書裡說 亦發生在我們人類身上 在很遠古的時期 特別在狩獵 作為主要的生計 已經有一個很重要的領土性本能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以前在這個節目中 都是強烈推薦的 當然台灣導演 魏德勝的 蔡德克巴萊 在日治時期 台灣的高山族 如何對抗日本皇軍的殖民侵略 但他裡面花了不少筆默 形容台灣的高山族的生活 我想都是大開眼界 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 都不熟悉 但其實裡面也有描繪到 這些高山族當然是非常飆悍的 他們在狩獵遺生 他們對狩獵牆 我們叫狩獵牆 彼此之間的爭奪 都可以非常激烈和殘酷 其實一開場的十分鐘 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 好了 這個狩獵牆就是一個領土 但有趣的是 在另一方面 在同一個部落裡面 有很多東西都是公用的 不是分得那麼清楚的 例如很簡單 大家在一個這樣的村落裡面 例如一口井 當然有很多村民合力去掘這口井出來 讓大家有水用 有水喝 這口井掘得出來 當然不是屬於任何人 而是屬於阿公 任何人都可以去那裡打水 這是公用的 不是一個私有的財產 另外也是 譬如大家覺得 有一條小河 溪間 左隔 要繞很大的彎才能去到對面 不如我們合力去建一條橋 這樣就算了 如果是整條村 找一些人來 一些壯丁 來建造這條橋 之後當然 大家都可以共用 這條橋是不屬於任何人 任何團體 亦都不需要收錢 你說過橋收錢 那些人都傻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公有的財產 可以這麼說 很多時候他們當然是合錢 要建一間廟 小小的廟 讓人們進行祭祀 祈福 這些也是 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來 教訓起 這間廟 亦都屬於大家 所以 在同一個 部落 村莊 當時的社會 其實有很多地方 不屬於任何人 我們上次也介紹過 公地 所謂公地悲劇 The Commons 亦有很多地方 我們叫公共廣場 任何人都可以去那裡 去休恬 嬉戲 亦都有些是公共的設施 例如剛才所說的 那口井 那條橋 這樣 所以這個 有一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人類學家 叫做 關常的公共使用權 其實沒有一個 真是明文的規定 只不過約定俗程 大家都知道 這東西就是公共可以用的 所以英文叫做 Customary Common Usage Rights 再無小 有時不一定是人做的事情 譬如說 以前在村莊 旁邊有個山 那些人家家戶戶 都是上山斬柴 燒柴 來煮食 取暖 那你上山斬柴的山林 當然 都不是屬於任何人 是屬於大家 每個人都可以上山斬柴 這就是慣常公共使用權 回到一條村莊 說真的 就算今天你去新界 有這樣的圍村 都可以看到 其實往往有一塊很大的空地 其實不是屬於任何人 是屬於阿公 任何人都可以去那裡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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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 你知道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 你要保存得好 以前 尤其沒有這麼先進的食物科技 就是靠曬的 曬乾 曬鹹魚 曬蠔豉 曬什麼都好 這個 我們有名字叫做曬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我小時候聽過 不過那些人通常都會讀歪音 叫做曬腸 特別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小時候回廣州 因為廣州我阿公阿婆住在河南 比較是農村的地方 還是 我們這間屋走不遠 就有一個很大的曬腸 小朋友隨時去那裡玩 晚上吃完飯 很多人擔張椅子去那裡洗澡 乘涼 講故事 但是日間天氣好的時候 人們就拿些東西出來曬 當然你曬棉胎也可以 曬棉胎也可以 曬棉胎也可以 現在曬很多食物也可以 我們叫做曬腸 這些也是公用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在農村來說 這些村莊 最重要的一個公共的地方 就是祠堂 所謂民居之貫視祠堂 因為我們中國人很重視 所謂祖先的祭祀 這個就是祠堂 講回設施 又舉一個例子 例如一個很大的石膜 你想想多重 你想想多重 那你就找這個雷仔 來拖這個石膜 亦都是的 你想想要不需要 我們很多時候在生活上 可能需要用著去磨 但是你想想 我們實在需要不需要 家家戶戶 都有一個這樣的石膜 當然不需要 其實可以是一個 公用的石膜 平時放在這裡 任何人都可以用的 當然那隻雷仔是你自己帶來的 還有你的穀物 你自己帶來磨 但是石膜 其實就是阿公的 另外一個比較現代的 這個我又是很小 很小 回到廣州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 不過那時候的秤 不是現在這種摩登的秤 是一種很古老的秤 但是我叫公秤 就是在一個菜市場 我們叫街市 這裡就是本漁市 購買的漁貨 如果有這個筋量不足的事情 就跟這個管理站聯繫 聯繫這樣 但是原來我很小時候 回到那時候 已經看到那些大的街市 裡面就有這些工程 任何人買完東西都要去那裡秤一秤 看看究竟那個賣菜 賣肉的有沒有騙 就算說回再遠古一點 我上一集不是有說過的 就是說我們的祖先 原始人 他製造這些石器工具 很明顯 如果你是自己製造石器工具 然後給自己用 這個就是他的私有財產 這個私有產權 就是最原始的 但是其實有時候 是不一定的 有時候也可以 那些古人 譬如找到一個地方 是有這樣的石頭 是很合適做這個石器工具的 譬如有整班人 不如我們去那裏做這些石器工具 一起去做 但是做完之後 其實都可以是大家共用的 交換來用的 或者給整個族群 以前比如這些原始人 可能一個族群 都只是幾十人而已 一起可以用的 不一定是一個人才可以用的 另外還有 剛才提到的 狩獵社會也是 你一群人出去狩獵 當然有時候都會空手而回 但是當你很成功 大有所獲的時候 捉了一隻鹿 或者什麼 你回來 就不會只是去打獵 那幾個人 或者他們的家庭 是有得吃的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有一個 肉食分享 譬如這本書叫做 Food Sharing in Human Societies 我這裡寫的是 狩獵社會裏面 有一個食物分享的行為 特別是肉食 因為肉食確實很珍貴 不是經常有的 但是譬如你打了 說真的 你打了一隻大的野豬 就算你幾戶人家都吃不完 往往會會有其他人 不要緊 我們一起分享 因為下次可能是 其他的家庭出去狩獵也不頂 他打了一隻回來 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個行為 其實是有很深遠的歷史 這個反映到今時為止 大家都聽過 什麼叫做太公分豬肉 其實是一個禮儀 已經變成一種Ritual 在農村裡面 下面那張圖 很厲害 那些燒豬多到不得了 因為人多 一隻當然不夠分 上面那個卡通就是 太公分豬肉 其實下面有一句 也可以說是血頭魚 就是人人有份 不是說你一定去打獵才有份 你不打獵也有份 所以我們這裡引入一個概念很重要 私有產權固然重要 上一集已經說得很清楚 但是守望相助 禮尚往來 以及所謂財富共創 繁榮共享 這種社群精神 英文叫做communal spirit 有時候叫做community spirit 其實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 對不對 現在我引入一個例子 但這個例子 首先向大家介紹這本小說和電影 小說叫做lord of the flies 電影也用了這個名字 那個作家叫William Golding 這本圖去到最頂的左上角 William Golding 其實不是太久了 是1954年出版的 即是上世紀中葉 其實他就說一次的海難 就是有一班小朋友 流落了一個荒島 即是怎樣來去生存呢 去到1990年的時候 他就拍成電影 小說其實我買了很久 但我就很懶 放了書架未看 但電影我就看了 1990年的lord of the flies 這本書也好 電影也好都很震撼性 因為你會覺得小朋友 其實他們在說很多 可能是十一二歲 十二三歲 有些可能更小 我們想著天真無邪 但當他們去到一個這樣的環境 真是要掙扎求存 完全是野生的環境 竟然真的是人性顯現 開頭大家當然要合作 但到那時候 發生了紛爭 所以由這裏引申 我就請大家進行一個思想實驗 我們叫做Thought Experiment 老賓孫飄留記 大家聽得多 他就是一個人 最多臨到尾 有個所謂Friday 星期五 但假設我現在 借用剛才lord of the flies 這個意念 現在又是一個 我叫做一百個老賓孫的故事 假設百多年前 當然沒有現代的通訊設備 也沒有飛機去搜救 但有一次的海難 令到一百個十幾歲的少年 假設我這次的年紀大一點 例如大概十五六歲 他們本來坐船 就是由一道去一道 可能不知道進行什麼活動 我不知道 總之 他們遇到大的風浪 風暴 船就散了 但是他們很幸運 有些救生艇 就漂流到一個荒島 很可能就是我剛剛去完回來的 就是南太平洋的豬島 好了 大家發現島上水源非常充足 食物方面也有大量的香蕉 椰子 木瓜 還有一些叫麵包果 叫bread fruit 這件事其實就是我剛剛上次介紹的 非製群島的建民錄 南太平洋島國風光 漏了向大家介紹 說起都激死了 竟然非製建民錄都被YouTube黃標 最終我們等了三天 我本來就是逢星期二 就出這個 什麼都說的好豪雙雙 但是最終要搞到 昨晚 星期四晚才解除這個黃標 我們要進行上訴 最後成功了 所以昨晚才出 所以連接著兩晚 因為今晚星期五晚 就是出我政治經濟學淺雪系列 好了 說回 在食物方面完全不憂 不怕餓死 而叢林裡面甚至是有山雞 有些山雞 很容易捉的 不是很曉飛 那麼溪間裡面 就可以捉到魚 而海邊也可以捉到魚 蟹 還有很多貝殼類 那樣 所以食物方面 本來就是完全不缺乏的 那麼這裡我找了一張照片 就是給這個叫做麵包果 給大家看看 你看也很大 左手邊 山在樹上 我們也見過好幾次 在飛濟 但是它不能夠就這樣吃 一般來說 你摘下來 切開它一塊塊 最少都要灰 好像灰番薯一樣灰 也可以用水來煮 煮久一點 最後得出來 我沒試過 我看這些資料 就說有點像吃薯仔 那些 但是質地也有點像麵包 所以當歐洲人去到那時候 改名叫做麵包果 當然當地當然有它的名字 好了 這裡已經引伸到公共資源 和私有財產的基本概念 給大家看看 第一 資源不等於財富 剛才我說過 島上有很多椰子 香蕉 但是這些椰子和香蕉 真的要摘下來 才可以變成財富 或者財產 同樣 河裏面的魚 都要捉上來 才構成財產 對吧 所以這個關鍵 是什麼呢 把資源變成財富 就是人類勞力的投入 就是我們的勞動力的投入 好了 再例如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在島上有很多適合做 陶器的黏土 但是這個黏土 只是一個資源 不是財富 但是 人們挖了一些黏土 經過銷煉 製成了一些陶器 這些陶器 才算得上是財富 好了 至於這些財富 財富或者財產 既可以是公有 亦可以是私有 真的要視乎 創造的途徑 過程 以及大家的共識 對不對 所以這裡我們就要 有個清晰一點的概念 什麼叫公共的資源 public resources 以及公有的財產 public property 以及私有產權 就是private property rights 但是 很不幸運 回到剛才說的 100個魯賓孫 那個故事 就是所謂 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 或者 好像 老毛毛澤東 所說 無黨無派 稀奇古怪 有人的地方 自然就會有爭拗 於是 於是 這些小朋友 這裡比較小 我那個 假設大一點 很少 於是 他們 一班 聯群結黨的 我們叫做 惡少年 宣稱 以下的東西 都是屬於他們 沒有他們的批准 就不能夠進去 和使用 包括什麼 島上最大片的 香蕉林 最多 海產的 一個海灣 或者是 島上最優美的 一個瀑布 和之下 可以唱榮的水池 這只是我們這班人用得 這樣 或者 剛才說過 要一些黏土來做 陶瓷 陶器 最多 一片的土地 這樣 他們說 現在這些是屬於我們的 這樣 而且 接下來 定下規則 如果你要去到這些地方 或者使用那裏 就必須 首先 以一些指定的物品來交換 譬如你說 入個香蕉林 可能你就要先給我一些椰子 或者你捉一隻山雞 你才進去摘 或者 就要為他們提供服務 例如 要幫我們上山斬柴 甚至幫我們建屋 或者 繳納一些我們叫做提成 提成 其實就是抽涌 但是可以 這個涌很重要 例如 你來我們這個海灣捉魚都可以 但是你每捉十條 就麻煩你放下七條 我就抽了七條去 真的很誇張 你只能我帶走三條 這樣 好了 於是 當然我一跳 從這種情況下 就回到文明社會 所謂現代文明社會 大家很多時候都會看到這個牌 去到這個地方 所謂私家地方 公共的資源 於是就變成了私有的財產 所以這裡就叫做 No Trespassing Trespassing 這個英文字 其實中文是很難直譯的 即是不得善進的意思 其實 Passing 就是經過的 但是Trespassing 就是沒有被批准而經過 所以你就不能夠善進 不得善進 這裡是私家地方 Private property 好了 但是 剛剛我這個例子 思想實驗 就是講一個荒島 但是現在 大家想像一下 這個荒島 其實不是可以是我們整個地球嗎 因為我們整個地球 原本 就是一個公共的資源 是屬於大家 人類在這裡出現 但是所有的資源 都是屬於所有人 但是現在有些人就說 不是善 這些資源是屬於我們的 其他人是不能夠使用的 所以 這裡我們就要去到 其實我上一集的結尾 我介紹了這個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秘組 就是俄國思想家 普魯東 所提出的一句口號 就是 property is theft 是不是 所以這裡更進一步 叫做 all property is theft 所有的財產 其實都是盜竊 大家現在 就有少少明白了 所以一個重大的矛盾 就是一方面 我上一集也解釋了 私有產權是人權 公民的權利 citizen rights 和民主社會的基石 是對抗強權政府的一項利器 你想想 如果你連私有的財產都不准擁有的話 怎麼可以說得有民權呢 不要說民主 但是另一方面 他也可以是人 剝削人 和人 壓迫人的重大的源頭 這個私有產權 在以往 我說這個最重要的財產就是土地 所以土地的霸佔 在以往就不用說了 主要通過戰爭的手段 東征西土 打回來的 但是在現在來說 主要不是打回來的 就是可以通過金錢這種手段 可以通過市場的手段 而獲得 譬如 不是說現在說真的 就算是2500多年前 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 即是東周末期 大家如果讀了少少歷史 都知道那時候 叫做土地兼併之風 這個肆熱很厲害 這個土地兼併 很明顯就不是打回來的 雖然那時候也是很亂糟糟的 有戰亂 但是這裡所說的兼併 其實就是用金錢的手段 或者市場的手段 當然農民 遇到天災、旱災、欠收 交不起稅 要問大財主、地主借錢 終於還不到 還不到 那些土地兼併 這就叫做土地兼併 最後搞到 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就叫做 富者田年千墨 貧者無納淤之地 去到貧富懸殊的景地 所以 所謂古已有之 這件事 不只是今天 你看看春秋戰國 都已經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普勞東有說到 所謂財產就是盗洩 所以 剛才說過 這個私有產權 一方面又這麼重要 另一方面 又可以是一種盜竊 我們如何去化解這種情況 如何去平衡呢 就很重要 所以 扯聽下回分解 OK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拜拜